他的主要履历是曾经担任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保镖 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位被保护的对象在公开场合遇刺身亡了 面对一伙如此猖狂的法外狂徒就派出这么一位特工去摆平 我甚至怀疑CIA内部怕是被人渗透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Hello大家好我是专注扯闲热爱跑题的Boss鸟清旋 之前为大家介绍过诞生于1991年的圣十字剑 这款游戏如今看来它所包含的探索性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 但是弹幕和评论中还是可以看出 圣十字剑的战斗系统对于如今的游戏业界应该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许多朋友提到了手残恶梦黑魂之狼 还有朋友提到了VR游戏Intel U4 这些游戏与圣十字剑相比已经进化了太多太多 但是战斗系统的基本内核却高度同意 而今天要聊的这款游戏 因为其视角和战斗系统与圣十字剑同样 是对游戏模式的大胆尝试而且戏出同门 所以经常与圣十字剑被同时提到 它就是1990年SNK发布的谍爆飞龙 作为采用Neo Geo MVS机版开发的首批游戏 谍爆飞龙在诞生时无论是游戏系统和画面都称得上优秀 极具个性的战斗系统也可以看出当年SNK的野心 谍爆飞龙也确实收获到了与成品素质相应的认可 在游戏机杂志年度接机游戏评选中获得了第五名的成绩 随着怀旧游戏风潮的兴起 近几年又被移植到了V、CS4、Xbox One、NS等多个平台 2020年5月14日发行的情怀机器Neo Geo Arcade Steak Pro 谍爆飞龙也被收录其中 不过说句实话 之前我介绍过的老游戏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许多已经跟不上时代 但是我依然希望各位观众老爷们能够通过我的介绍 可以亲自去稍微体验一下以前没有玩过的游戏 而玩过的朋友也可以去回味一下 但是对于谍爆飞龙 我真心建议大家看看就好 我实在不推荐各位去体验 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 而是他当初想要探索的游戏模式 如今已相当成熟 再回头去体验他感受到失望要大于惊喜 谍爆飞龙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 虽然在他诞生之前阶级平台并不乏第一人称视角游戏 但几乎全是轨道光枪类 轨道光枪游戏有一个天生的缺陷 游戏的流程是被动向前推进的 玩家要做的是在快节奏的游戏过程中 保持快速的反应与精确的设计 非常缺乏与环境的主动互动 更谈不上进行探索的可能 而谍爆飞龙明显想要在第一人称视角下 对游戏的探索性与互动性做出尝试 然而就在谍爆飞龙发布后的第三年 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FPS 德军总部3D诞生了 属于FPS游戏的时代大目正式拉开 如今已成为游戏史上不可或缺的类型 而谍爆飞龙作为一个探索中的过渡品 很快被大量的成熟作品淹没其中 自然也没有任何续作登场 游戏的控制系统由四项摇杆加 A键出拳 B键踢腿和C键道具切换三个按钮组成 虽然是第一人称视角 但是游戏中角色并不能转身 整个流程中只能面对一个方向 摇杆上推出了纵向移动外 可用于进入走廊中的房间 在房间中可以通过解救人质的方式 获得补给或者剧情提示 不过也有可能遭遇敌人 左右推动摇杆进行平移 摇杆下推在战斗过程中是蹲下躲避敌人的进攻 A键与摇杆结合可以施展勾拳 AB键同时按下可以进行驾招防御 但是格挡动作不可一直持续 施展时机非常关键也很难掌握 所以依靠积极的左右平移躲避进攻 要比驾招防御更保险 但是左右平移也并非万能 游戏中只能前进或后退的通道中 是不能进行平移的 如果此时和敌方遭遇 就只能站在原地通过驾招和下蹲来防御敌人 武器方面处理把匕首和弹药有限的手枪外 没有可替换的常驻装备 装备匕首带来的攻击加成非常可观 虽然使用的次数没有限制 但是攻击的威力会不断下降 不过就算是秀掉的匕首 依然要比赤手空拳的伤害要高 在游戏中想要获得一把新的匕首 除了投币虫来以外 只能通过解救人质获得 手枪不仅提供了较高的攻击力 还可以对后排无法通过拳脚攻击到的敌人 直接进行射击 不过弹药数量也非常有限 当然弹药耗尽后 这把枪还是可以作为进战武器使用 持枪状态下按下B键 可以用枪柄攻击敌人 攻击力也要比徒手肉搏要高一点点 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获得冲锋枪 冲锋枪主要用于扫射敌人 精准度不如手枪 在单挑时用起来并不划算 而当画面中有三个敌人同频时使用 倒是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效果 不过由于获取途径有限 通常战斗中实用性不是很高 更多的时候是用在被敌人揍懵的情况下用来保命 画面最上方的HUD 除了显示角色的血量还包括经验值 等级攻击力和防御力 以及推进游戏需要击倒的头目角色头像 右上角的雷达会指示当前角色可进行移动的方向 而左侧则是现在手持的武器 以及残弹的数量 游戏的剧情不算精彩 但槽点倒是不少 故事由一起导致上千人丧生的地铁爆炸案开始 自称佐尔格国王的组织实施策划了这次恐怖袭击 随后他们占领了汽车制造商塔多亚的办公大楼 以其员工作为人质要挟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同伙 面对如此猖狂的暴徒 CIA果断派出了一位特工前去阻止他们 没错就只有一位 而且游戏中也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支援 这位名叫罗伊哈特的特工 绅士背景看上去非常不靠谱 他自幼接受空手道训练 当然通过游戏中贫乏且缠辱的攻击手段 可以看出他的训练成果并不理想 而教授他空手道的父亲 同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CIA特工 他的主要履历是曾经担任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保镖 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位被保护的对象在公开场合遇刺身亡了 面对一伙如此猖狂的法外狂徒就派出这么一位特工去摆平 我甚至怀疑CIA内部怕是被人渗透了 整个游戏总共只有两个关卡 第一关需要潜入敌方制造和存储炸药的工厂 解救出被关押的科学家 然后销毁存储的炸药 切断他们继续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可能 第二关则需要进入已经被占领的Tadoya大厦解救其中的人质 并打败恐怖组织的大小头目挫败他们的阴谋 虽然听上去只有两关 但是普通玩家在不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进行游戏 想要通关不花上两个小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第二关 你要从大厦的一楼逐层扫荡至16楼 清空整栋建筑后才能与最终BOSS交手 我想问作为CIA特工 难道不能借助直升机或者跳个伞什么的 直接空降16楼搞定最终BOSS吗 而另一方面作为实施了导致上千人死亡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 包括最终BOSS在内 无论是基层杂兵还是大小头目 都非常热衷于正面硬钢近战肉搏 但攻击手段却又颇为有限 仅有部分敌人装备了铁棒 匕首电击器防狼喷雾作为武器 偶尔有少量的杂兵持有远程武器 射击的准头还相当糟糕 只要通过下蹲就可以轻易避开 除了人多 我实在看不出这群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只要在游戏场景中行动就会不断的刷新敌人 不过为了保证游戏的平衡性 与圣石之剑同样 敌人并不会一拥而上 而是一个一个排队上来和你单挑 看来这群恐怖分子其实非常的不专业 明明可以靠开个黑枪就能解决的问题 却偏偏要靠拳头说话 也难怪最终会被如此弱机的特工一锅端 受惠于MVS机版的强大性能 游戏的画面表现在当时看来非常的不错 不仅仅是敌人受创时的特写 攻击敌人时对背景中的物品产生的破坏 等等细节刻画也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受限于存储限制 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 角色造型和场景的重复利用率高到了引用发指 这也进一步加重了游戏的负面体验 总体来说 蝶爆飞龙的战斗系统 与一年后发行的圣石之剑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确实不如后者完善 游戏的自由度和探索性则要比圣石之剑高一些 而这原本是游戏的主打卖点之一 但也成为了导致游戏很快被时代淘汰的重要原因 因为缓慢的节奏加上不断刷新的杂兵 玩家还要不厌其烦的探索地图 特别是熟悉了敌方攻击套路之后 让游戏失去了紧张刺激的压迫感 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不断重复探索预敌刷怪的过程 玩家很难不会产生厌倦 当然生石之剑与蝶爆飞龙如今能为玩家带来的乐趣 已经无法和他们诞生时相比 但是却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后来成熟的游戏类型 所做出的探索意义超越了游戏本身 最后赵烈闲扯两句 游戏的end画面中出现了11年后 真正遭受了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的纽约世贸大楼 不得不说游戏中的恐怖组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其实非常大 毕竟在1990年恐怖袭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只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如今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饱受恐怖主义困扰 而我们生活在日渐富强的中国 大部分人能免受恐怖主义的侵扰 不得不敢配国家的强大 以及那些为保障我们安定的生活而默默付出的人们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 再次祝愿祖国继续繁荣昌盛 也祝愿一直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们平安幸福 最后野猪正在观看视频的各位观众老爷们节日快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新人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再见